人会老的,人老了以后,他找对象会更困难 单身会死啊,不结婚会被判刑啊 这个社会对我的歧视已经够深了 你不去整个这个世界,还跟他们一起来歧视我啊 35岁还没结婚的女人总是被妈妈催婚 甚至每天被拉去医院检查身体 只为和45岁的医生相亲 女人十分生气,回家的路上发了好大的火 虽然自己30多岁没有结婚 可她依旧憧憬真正的爱情降临 而不是妥协嫁给一个自己不爱的男人 妈妈被她气得直接从马路中间下了车 干嘛? 爸!我就是被你气疯了 我告诉你,我生你这样的女儿 还不如刚才被你在马路上创死算了 你去啊! 没想到当晚妈妈就因为煤气中毒进了医院 虽然最后妈妈并无大碍 但女人还是感到十分自责 如果不是自己和她吵架 或许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但实际上,女人的心底也深藏着一个人 那天女人打着电话过门禁时 工作卡不小心甩了出去 正在她尴尬地等待支援时 一张帅气的脸出现在身后 女人心中瞬间如小鹿乱撞 身后的汪总介绍说男人是她新招的助理 却没有说出姓名 马赛 你怎么知道 之前开过你的私了 其实女人偷偷注意她很久了 凭借她这张俊俏的脸 想不在公司引起注意都难 而女人身为总监 也必须克制住内心的爱慕 就算是一起去见客户 她也装作一副高冷的样子 对马赛的殷勤爱达不理 你敢吗 到了客户的公司 对方却以老总不再婉拒了见面 在商场打拼多年的女人拿出手机 通过附近的人找到秘书的社交账号 上面清楚地显示 对方总裁20分钟前就回来了 还给下面人带了蛋糕慰问 糊弄不过去的秘书 只好将女人带去了总裁办公室 但对方仍是一副爱搭不理的态度 眼看这次合作就要告吹 女人突然摘下了一直戴着的口罩 露出脸颊上的疤痕 声味俱下的诉说赢得了对方的同情 也同意了给他们一次机会 马赛彻底见识到了女人的手腕 对她佩服的五体投地 她主动提出请女人吃顿晚饭 然而地点却是一个平平无奇的路边摊 女人仔细擦着油腻的桌子 脸上带着些嫌弃 但当马赛吃错了她的面时 她却毫不犹豫地接过来 女人很喜欢马赛的真实不做作 两人也很快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随着相处时日的增多 女人对马赛的喜欢日益加深 却丝毫不敢表露出来 因为马赛只有25岁 10岁的年龄差让她望而却步 其实她有过很多机会表明心意 两人一起出差时酒店客满 他们不得不睡在同一个房间 入夜两人都睡不着 索性聊了许多过去的事情 关于恋爱 关于生活 女人感觉马赛和自己的距离越来越近 只是她始终不敢跨过那一步 但很快她就意识到 如果自己再不出手 马赛可能真的会被别人抢走 公司楼下时常大摆鲜花 全是想对马赛表白的女孩子们 虽然被马赛全部拒绝了 可女人心中依旧不是滋味 她终于决定鼓起勇气 向马赛表明自己的心意 我喜欢你 我真的很喜欢你马赛 那你喜欢我吗 马赛却沉默了 女人自知梅西落荒而逃 马赛却追在后面 我喜欢你 我也喜欢你 自此之后 世界上多了一对甜蜜的恋人 他们每天看电影 约会吃饭聊天 该做的一样不辣 女人常想 她真的很幸运 能在这个年纪遇到一个自己喜欢 也喜欢自己的男人 甚至平生第一次 她憧憬起了自己穿婚纱的样子 然而一切的幸福都被打破 妈妈被查出了老年痴呆症 记忆里也开始错乱 嘴里讲的都是女人上大学的事情 女人这才意识到 妈妈是意识到了自己的病情 所以才这样着急的催她嫁人 想看到她有一个好的归宿 而女人也下定决心 要完成妈妈的心愿 她约了马赛出来 和她说明了自己的想法 马赛 我很喜欢你 真的真的真的很喜欢你 可是我现在没有时间 再去谈一场纯粹的恋爱 不是将来是现在 你能求我吗 我也想结婚 但现在还想闯一闯事业 我现在 我懂 我明白 女人明白 马赛只是做出了她现在这个年龄该有的选择 可留给妈妈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为了让妈妈尽快看到自己结婚 她依然和马赛分了手 马赛也选择了出国进修 女人身边的人换成了妈妈当初看上的男医生 她性格温柔 工作也稳定 可当男医生握住她手的那一刻 女人的心情还是低落到了极点 没有心动没有起伏 只有深深的无奈与悲伤 思考两久后 女人还是委婉的向男医生提了分手 医生的面容很平静 一点也不惊讶她做出这个决定 原来是不久前 女人的爸爸曾找过她一次 她不应该为父母亲结婚 她不应该在外面听什么风言风语听多的想要结婚 她应该想着跟自己喜欢的人配偶且老的去结婚 昂首挺凶的 特别硬气的 憧憬的 好像一样一样 爸爸最了解这个女儿 虽然浑身都是倔强 但为了父母亲人 她能舍弃一切 包括自己的婚姻 但身为父母 她又怎么能眼睁睁看着女儿 进入到一段满是遗憾的关系中去呢 女人和男医生最终和平分手了 她满身轻松 不再感到焦虑和迷茫 婚姻从来是自然而然 水到渠成的事情 而不是拯救谁的稻草和良药 故事的最后 马赛回国了 女人终于等来了自己想要的爱情 优优独播剧场